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毛泽东回合新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体体 进行着全面实践和深入探索 历史的车轮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发生在红旗的往事 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被冲淡 红旗杂志创刊号 毛泽东的红旗情节 红旗杂志是在党中央 毛主席的直接关怀 具体指导下创办的 早在1955年1月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 毛主席就指出 各省市要办好刊物 1958年1月 毛主席的南宁会议上 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 趁年3月 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 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 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 毛主席做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 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刊物时 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 主席说 还是走群众路线 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 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 汇集上报 毛主席从中签定了红旗这一名字 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提写刊头 二十余复 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 报头写了几张 请审则 独不能用 在试写 他在提字堂还注意说明 你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旗舞来的 画红旗 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 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 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 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 在中南海军人堂 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赵凯 编委共36名 由中央有关部门 各省 是 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 写作能力强的同志 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 党类学术理论专家组成 其中邓丽群 田家英 李悠久 陈博达 胡绳为常任编辑 陈博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 通知了两站里达开会 武汉大学校长文理达市编委 与总参论副总长吴理达崇明 吴理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 小平同志说 既然来了 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 个人的工作繁重 会议召集困难 以后再未开过 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鸿锡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 由总编辑 副总编辑 以及四位编委组成 主持鸿锡的日常工作 鸿锡创刊于1958年6月1日出版 发刊词有无声指笔 经毛主席 邓小平同志审定 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后 毛主席一直关注鸿锡的工作 经常向鸿锡推荐文章 对一些考鉴孩子 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 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 宋毛主席沈月 出席前后看了好几次 每次都提出修改一届 有时自己动手做重要修改 8月22日 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 在教育室部分 英西平凯洛夫 斯大林 对中苏都有意 中国教育室友好的一面 应当说道 否则不全 你看如何 他特意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教育是有人民性的一面 孔子的有教无类 孟子的名贵君卿 寻子的人定盛天 屈人的批判君恶 司马迁的宋阳反抗 汪冲 范整 柳宋元 张赛 王夫之的古代为武论 关汉清 施奈安 吴承恩 曹雪芹的民众文学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出人情况不同 许多人并无教育专注 然而上举那些 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 谈中国教育史 应当提到他们 毛主席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也做了精彩补充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 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 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 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语 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 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 是不可一意的 总结以上所说 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 是要使学生发展健全的身体 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对此文他特批 登红席 题目特大 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形 同时 还在红席写了编辑部暗语 毛主席还为红席编辑部写过约稿信 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 很感兴趣 便给作者写信 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 以红席编辑部明义发出 这对红席工作人员来说 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红席杂志的三面红席 在红席头几年的版面上 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 引人注目 一个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丽 一个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诗东相 一个是写经济评论的许心学 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 这原来是三个集体笔名 于兆丽是由乔万华 姚珍 王力组成 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字的一部分 他们都参与中央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 及文件起草工作 对国际情况 国际问题比较熟悉 又了解中央精神 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很受欢迎和重视 施东相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 中央政治研究士王忍之 丁伟之 郑慧等同志 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 施东相汲取自思想界动态 这份内部刊物刊明的谐音 他们以渊博的知识 高度的理论修养 充满文采的写作技巧 写出了影响很大 很受欢迎的思想文化评论文章 许心学是由许心学演化而来 由副总编辑邓立群先头 梅行 马虹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 他们都是中央有关经济文 提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乞草者 所写的文章能够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分析 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传达 对经济工作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 有人开玩笑说 全国有三面红席 红席杂志也有三面红席 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 1960年9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 这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选集收集了毛泽东 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七十品文章 红席把学习和宣传毛选四卷 作为工作重点全面展开 1960年第十九期 红席在刊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介绍的同时 围绕中央确定宣传重点 发表了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即突出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善于斗争 善于胜利的思想 社论对此做了全面具体的论述 并指出这是课题制胜的根本法则 第二十到二十一期和刊诊 刊出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 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列主义 有关国家机器的观点 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此文刊发前曾送毛主席沈月 他认为写得很好 并做了一些修改 求是代替红旗 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 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 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红旗自创刊以来 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 作为党的机关刊物 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 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 然而忽然被停刊 涉事的无论是做红旗工作的同志 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个很急破译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 并需要立即解决 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 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 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 做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 近日涉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 1988年第一期案计划12月25日发稿 27日复印 红旗是否照常出版 请示是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 重申红旗必须停刊 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 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 乞讨改刊第一部方案 12月25日 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部方案内容 1988年2月12日 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 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半刊 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道 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 发行量达240万份 不敢刊名为例 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 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 6月16日 红旗1988年第12期出版 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 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 中共中央决定 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 《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 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红色书写 毛泽东起写报刊名一事 订阅关注国防时报排头兵 纵览军情 聚焦热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红旗1988年第12期出版